大家好 歡迎來到 Open Book 閱讀志 今年舉辦的 來選講座第二場的活動現場 我是 Open Book 閱讀志的 直編集周月音 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Open Book 閱讀志 是一個專業的書評品 我們每年籌組了三階段的評審 從三千多本的新書裡面 經過一波一波的人選 會分為四大類 選出全部四十本的考書 這個年度好書是獻給所有讀者的 那在年度好書 我們的年度好書 今年預計在11月30號會正式的公佈 那在正式公佈之前 正式公佈之後 我們同時這些書會在全台的實體書店 網路書店進行展售 然後全國 全台灣有五百多家的圖書館 也會陸續推出年度好書的書展 所以到時候非常歡迎朋友們 那個去購書或者是到圖書館去借閱 那在好書獎公佈之前 我們每年都會舉辦滿身講座的活動 每年都非常開心能夠到成品 跟讀者面對面溝通 也非常謝謝成品提供這樣子溫馨的空間 我們今年的暖身講座的主題是 以資訊時代的閱讀作為主題 我們都知道智慧型手機跟串流平台的普及 已經大大的影響了我們的生活跟娛樂的類型 那在不久的未來 我們即將要進入到5G的時代了 然後人工智慧跟演算法 其實目前已經大量的深入到我們的生活周遭裡面了 另外譬如說像VR、AR這些技術 也已經應用在很多的文本當中 那作為讀者 我們對於科技的發展抱持了極大的期待 但是我們也不免有所疑慮 科技的發展對於書籍 或是對於閱讀 會產生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那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能夠邀請到行政院的數位政委唐鳳女士 到現場來跟我們一起分享資訊科技 與閱讀的未來 那唐鳳的專業他是自由燃體工程師 我們都知道他是台灣的十大電腦高手 那同時他也是引引數位公民運動的Gob Zero 臨時政府的台心成員 那今天他在現場會用非常科技的形式 用線上問答的方式 來跟各位共同的分享他的 他對於科技跟閱讀的一些想法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他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今天的活動的流程 歡迎唐鳳女士 大家好 非常多幸運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活動的流程 其實這個演算法非常簡單 就三句話就講完了 第一個就是大家可以掃QR code 或者是如果掃不到QR code的話 可以進入slido.com 然後輸入01113型號不用輸入 就可以進入這個提問的空間 這是第一句話有點長 那第二個是說在上面呢 大家隨時都可以用匿名的方式來提問題 因為如果舉手排問的話 我們知道可能一次是哪一個人講話 那你一定就可以 大家隨時想到什麼 就問什麼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是說 如果在上面看到問題 你想要問的話 就按讚就可以了 那讚的數量越多的 越會浮到最頂上 浮到最頂上的 就會即時的更新在這個投影螢幕上面 那在這個上面我就會知道說 目前共有0個朋友 也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興趣 所以請盡量按讚兩個朋友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會按照大家按讚的數量回答 最新的問題會跑到螢幕六甲房 就這樣子 那如果沒有帶手機 或者是連不上網路的朋友的話 那歡迎請坐臨幼車幫忙進入 那任何時候有人願意舉手的話 舉手的優先順序 包括螢幕上的 所以隨時都歡迎追問 歡迎打斷 歡迎直接來對探 我們已經知道現場有兩個以上的麥克風 所以工作人員應該是會傳麥克風 那這一次我們跟以前一樣 都是會全程錄影 然後事後放在YouTube上 但是錄影的角度就這樣 所以就是如果你舉手拔問的話 你的個子不會受到這個人臉辨識 等等的這個問題 這個都要一開始要續名的 好OK 那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的結構 還OK嗎 那我們表定到大概9點20分左右 大概有一個多一點小時的時間 跟大家對談 那就歡迎現在大家開始用我的提問跟按讚 好 那已經馬上就開始有很多的問題冒出來了 那我們就開始吧 有八位朋友們想要聽說 AI深度學習 VR AR 遊戲 這些未來的科技會跟閱讀有怎麼樣子結合的一個可能性嗎 我們要了解說 AI其實不是未來的一個科技 AI是一個很古老的一個科技 有自動化的時候其實就有AI 所以AI已經跟我們在一起大概至少四十年了 一說三十幾年了 差不多就是至少這麼這麼久的時間了 從我小的時候剛開始學程式設計的時候 當時就已經有在教AI的書了 所以其實AI是時間非常久的一個科技 那AI我自己是把它理解成叫做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式的科技 我們在工作上面有任何部分覺得不想做 因為太容易太麻煩了 或者是說它結構太簡單了 我在做的時候沒有主觀的成就感 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AI的目的就是說把工作上面這些環節 能夠把它自動化 那所以其實AI在就是閱讀的這個體驗裡面 有已經非常多的應用 那舉例來講像有一個叫做recommendation engine 就是大家如果在amazon或者其他的上面買過書的話 你大概買到第二本大概第三本 那他就會開始說很多買這個書的人是這兩本一起買的 那你要不要兩本一起買 就算你不理他 他底下也會開始冒出很多 那你之前看的這些書 我覺得你應該接著看哪些書 那即使你還不理他 他就會說那你要不要寫點評語吧 你一旦給了他評語 他就會說這個跟你相似想法的人有很多 那你要不要加入這個閱讀圈啊 這個goreads啊什麼東西 那你如果即使還是不加入 他還是會趕快推送這個最新給你看的書 好像有互相可以參照的部分的書 到你的amazon的首頁 總之你大概逃不了AI了 在amazon的整個邏輯裡面 他就是透過AI來分析你的閱讀習慣 然後試著引導你進入一個有類似的閱讀習慣的一個社群 那這個AI的技術的運用 現在當然都是引用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去預先的去設定一些我們叫做類型 好比像如果看電影的話 可能知道就是為了影評的需求 我們把電影分成什麼片什麼片什麼片 劇情動作什麼之類的嘛 那但是這樣子的分類是非常粗疏的 就是一個電影可以砍化好幾類 那你用這一類去找的時候 其實很可能你感興趣的是 這幾類裡面的某一個交集 但是他沒有辦法去把它定義出來 那深度學習的好處就是他可以按照 大家實際看電影也好 就是一種感覺 但是他可以透過分析大量的閱讀習慣 或者是觀音的習慣 去把這種feel找出來 然後之後再有這種feel的文本 或者是電影他就知道要推薦給你了 那這個就是不去預設一個邏輯 而是按照實際的發生的情況去找出那個邏輯 那這個就叫做深度學習 那這個也不是未來的事情 其實大家只要在用Netflix 或者是在用Amazon 那也是每天都有的事情 所以我想講的就是說 閱讀它是一個相當sequential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看這個 然後我看下一個 我看下一個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對AI深度學習的應用 大概都是希望說這個跟你更relevant 就是讓你更減少那種 你看了幾頁之後就覺得 我正在浪費我的時間的這種感覺 那而是說你每一次在看以前 都已經覺得說 我就大概已經知道說我接下來要怎麼樣去期待這本書 然後跟這本書可以有更多的互動 甚至跟一起在看這本書的社群可以有怎麼樣的互動 可以說是閱讀慢慢的把它的遊戲化的部分把它提高 把它社交的這個部分提高 那這些都是老生常談的意思就是 大概是大家每天的日常了也不是未來的事情 那VR跟AR當然現在也是日常了 只是說它跟閱讀這個行為目前還是兩回事 就是當我們在用VR像我自己在用VR的時候 我大概就是為了要共同出現在某一個空間 那我最常用的方式其實就是 就是我現在沒有辦法去某一個很遠的地方演講 譬如聯合國啦 那然後我就拍一個這個不需要護照的 例如機器人嘛 然後代替我去 那這個時候它在那邊的時候 它上面可以放一個360的一個錄影機 那當它在做360錄影的時候 我只要在台灣這邊帶上VR 我就會有一種我已經到那邊的感覺 那2016年底我第一次是在西班牙馬德里 他們幫我弄一個機器人叫做Galatian 非常好的一個名字 那這個機器人它就是一個360的 然後一個可以旋轉的這樣子一個身體 那我可以在台灣遙控 那我只要一帶上VR 我就有一種像觀落音的感覺 就是我人就到了西班牙 那就可以感受西班牙的這個風情 Media Lab Prado那邊很漂亮 那我在那邊用這樣的方式過了七天之後 我就搭個飛機到了西班牙區 繼續跟我呆的那些學生相處 那所以對那些學生來講 老師只是從一個細作的身體 把它換成了一個探作的身體 那但是這個老師還是連續的嘛 只是換了這個Avatar而已 那所以就是這樣子的一種體驗 跟我們傳統上閱讀作為一個Social object 但是到每個人面前都還是一個物 的這個體驗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你放一個視訊的螢幕在那邊 去做Video Conference 跟你放一個機器人在那邊 然後有文字會到處走來走去 最大的差別就是它的能動性嘛 就是我只要在台灣這邊 我可以去操作它一個很簡單的轉向 那我就可以去傳達一個飛魚人訊息 就是我現在的注意力在你身上 那但是一個固定的iPad 是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一件事情的 那就是為什麼我只要可能的時候 都是用至少可以轉頭的裝置 去出席這一些就是不需要護照 也可以出席的會議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讓在場的人覺得 我是共同在場 而不是只是碰巧在場的 或者是在就是監視著大家 而是跟大家共同凝視的 這樣子一個感覺 所以這個跟閱讀要怎麼樣發生聯繫呢 我大概要來個想法 一個是說等到接下來就是VR跟AR 已經現在已經擺脫那條線了嘛 那在5G的時代 甚至你也不特別再需要連到 特別大樓的網路或什麼 你在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立刻把你當下的這個感受 分享給所有願意跟你共同在場的人 那這樣子的話 閱讀它會變成一個 就是你坐在任何一個地方 你如果靜態的就是看一本書 然後在裡面冒出一些想像等等 但是當你要想把這些想像 進入一個作者所在的情境的時候 以前的問題是說 作者沒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把他當下的那個情境 濃縮到這一本書裡面 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但是在未來就會非常容易 就是我如果想要把我這一段跳傘的經驗 我因為跳傘的過程 這個讓我寫了一首詩啊 什麼東西的 那我可以很容易的在那首詩旁邊 附一個QR Code之類的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這是在怎麼樣的第一首經驗裡面 去形作出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那至於這樣子一種 就是馬上切換到作者的第一視角 到底是會讓閱讀變得比較適合 人跟人之間的溝通 因為你跟作者真的比較有話聊 還是他會局限想像力的空間 像我這個看了摩堅那本小說的英文版之後 我就不是很想去看翻譯 那看了翻譯 勉強看了翻譯之後 我就不再很想去看電影 因為我不是很想把我的想像力被局限 那這個我想是每個人的學習狀態 以及他觀賞文藝作品的狀態的不同 但是至少有這個選項 我覺得對於大家更了解作者到底在幹嘛 這件事情其實是蠻有幫助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可能就是文本還是比較輕便比較輕巧 讓我們可以了解到說大家感興趣的東西 但是後面的這一切 尤其是非語言訊息在以前 因為數位的技術不夠快 頻寬不夠大等等 所以必須要丟失的這些部分 那之後可以很多的這些機理文理 可以被放到這個閱讀的體驗的裡面 那就是我一點想法了 所以大概兩個一個是跟作者的 那第二個就是在讀者之間彼此共享的 那當然也可以以此類推 我通常第一個問題會回答比較久 因為給大家比較多按讚投票的時間 那之後就會快問快答了 有一位業餘作家A跟22位朋友們表示 老師作為一個讀者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任何習慣或者是觀察 這些是如何影響到我日常的思考跟日常的呈現 非常好的問題 我讀書的方法其實大概就是全部現在都是用這台iPad Pro 大概九成五以上都是在這台上面看 那在這台上面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有筆可以用 其實我在沒有筆可以用的時候 是不會用電子設備看書的 那所以當時Apple Pencil出來以前 我用的是可能是Galaxy Note 但是它的螢幕就很少 那在那個在之前我用的是Zorus 在那個之前用的是Pump Pilot 反正哪一個時代有筆的啦 我就是用它 那現在這個螢幕很大又有筆可以用 當然是最好的一個狀態 那為什麼螢幕大然後有筆可以用 對我很重要是因為 我在看書的時候會很習慣 自己去畫一些圖啊 自己做一些筆記啊 也就是Doodle啊 就是在旁邊就是描圖啊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就發現到說 我這樣快速記下重點的 即使是非常潦草 連我自己都看不懂 但是我自己記下重點這個過程 其實就可以讓我很快的吸收 這個書裡面真的要傳達的這個概念 那如果我沒有做這樣子一個 筆記的一個工作 而是好比像說像我在聽演講 我把它聽演講 我一面聽我一面打成竹子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反而不太知道那個演講者 到底講了什麼 因為我沒有經過一個重新 就是消化之後 然後再把它創作出來的這樣一個過程 那當然我如果很有時間 我就會去翻譯它 因為翻譯是我的興趣 翻譯的時候當然會非常細的去讀 其實不是每本書都有那個興趣的時間而已 那但是至少就是摘鑰匙的翻譯 那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 就是為什麼我在看書的時候 基本上大概都一定會配一支筆 那這個也當然影響到我日常的思考跟呈現 就是說我也常常有一個習慣就是一醒來之後 如果有做什麼夢啊 我就會趕快把夢裡面的一些枝字片語 或者是一些圖景把它趕快記下來畫下來 那這個時候就是像這種就是一打開馬上就可以寫東西 就非常有幫助 那這個也在工作上面讓我養成一個就是我會把自己 就是每次在聽別人說話的時候 那我做的隨手的筆記把它記在一個有投影的螢幕上的這樣一個習慣 那蠻神奇的就是說在場的很多朋友如果有各自不同的立場的話 我這樣子畫一畫就發現說原來大家的立場可以放在同一個螢幕上 有不同的立場原來有共同的價值 那但是其實也不是真的共同的價值 但它寫在同一張紙上感覺上就好像共同的價值一樣 所以像拼拼圖一樣的這種感覺 那所以我覺得這對我的思考是蠻有幫助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我等於是在就是閱讀的過程裡面 我就自己去把它做一個好像匯入就是import進來的這樣子一個工作 那但是如果我沒有可以用的時候 我的閱讀習慣就完全另外一種 那它比方說有人給我一本紙本書或者一個PDF檔 那大家會常常看到說我可能就是一頁就用可能0.2秒左右的時間 然後就這樣然後就翻過去就好像掃描機那樣子 那就是我就是在腦裡留下它的這個視覺訊號 但是我完全不去在腦裡把它唸出來 那如果你不把它在腦裡唸出來其實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很快 那但是就是這樣看完之後等於跟沒有看是一樣的 那所以我這樣子快速的翻完一本書之後 我就會去可能稍微泡個茶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閉上眼睛 然後閉上眼睛的時候在腦裡那些圖片就開始浮起來 浮起來的時候我再開始真的去閱讀它 就是有點像筆字處理 然後有領略到什麼的時候我再就是拿一支筆把它擠下來 所以如果有一個好比像說明天要開會 但是我有400頁的文件要看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在睡前把這400頁都翻過 然後就去睡覺 那醒來的時候就看完了 是非常的非常的省力氣的 就是徵收自己的睡眠的時間 做夢的時間拿來這個理解就是大量的參考資料 那這個當然也是其實還不錯的一招 那如果就是400頁以上的 好像500頁600頁那我就得加班 就得睡9個小時或者睡10個小時 才會醒得過來 但是醒來之後大概都會有一個就是比較貫通的一個見解 那這個時候就要趕快把它擠下來這樣 所以這當然是我的閱讀習慣 並不是說推薦給大家 就是完全分享個人體驗而已 有27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我身後有沒有身後我是不知道了 某些人為訓練有沒有影響我關於資訊 關於群眾工作的思考 不知道介不介意跟大家分享一位唐鳳老師喜歡的作家 我想很多人知道我很喜歡一位詩人 只是碰巧會寫歌又會唱歌叫做Lana Cohen 那Lana Cohen有很多詩因為我很喜歡 所以我就自己把它分成中文 像Comp Killing這些之前都唱過的 那所以這個倒是一直都是非常喜歡的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他的就是 spiritualality的這個部分 他的靈性怎麼講呢 很純 對很純 就是不太參什麼別的應用性的這種雜質 那所以不管是唱出來也好 或者是就自己慢慢念也好 其實都是讓人能夠一下子就進入一個說 好比像像Comp Healing裡面有一段說 Longing of the branches to lift the little blood Longing of the artery to purify the blood 那我是把它翻成說 肢壓的渴望是把嫩壓提拔 動脈的渴望是把血液進化 對 那像這個這兩個很簡單的一項 那很快的就可以把不管是正在很緩緩的在處理某件事情 你要等時間讓它自然收成 或者是很激烈的就是你馬上要開始一個群眾的運動等等 那但是一下子就把它提升到一個 好像這是自然萬物植物跟動物這兩種道理的 這樣子一種境界 那用這樣子的方式在想的時候 就不會被這種一時一地的東西所困住 而是覺得說從有植物開始 從有動物開始 一向都是這樣子在做這件事情 所謂道法自然嘛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就不會覺得說 好像自己很孤單或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或怎麼樣而是在一個很長的這種歷史感的感覺底下 去處理很多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像這種詩的工作其實是很好 因為我們在進行平常 像這位朋友問的資訊工作跟群眾工作的時候 其實你腦裡面能夠再放得下文學作品的頻寬 也沒有很寬了吧 就是說你在林鄭在那邊背負視德 就不是很容易 那但是這種很短的就是兩三句就可以放得下的這個 一個推文的一個長度 這個絕對是放得下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就是稍微提醒自己 一下其實就可以在心裡面創造出一個空間來 那一方面我們說傾聽嘛 就是被當下的這個狀況 影響慢慢傾斜 但是二方面 你在心裡留一個空間去聽它 所以我覺得這種比較短的 然後比較哲學式的 然後比較不帶有一時一地的應用的 對我來講是 就是比較會融入到日常的生活 那如果有一大段時間的話 那當然才能去看這種就是比較需要時間去直接進入那個作者的世界 去消化的這些作品 有二十七位朋友 二十四位朋友們想要問小安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有沒有哪部作品或者是觀念 是認為是不會因為時間變化而過時的呢 哈哈哈哈 我覺得哈哈這三個字是非常穩定的 就是應該是不會因為時間變化而過時 就是只要還有還有這個人類就是我們這個笑的反應 應該就是一個非常穩定的就是在 如果有看過那個Inside Out的畫 就是就是樂樂嘛Joy的這樣子一種態度 尤其這又是一個就是表聲文字 這個應該是應該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所以我是覺得小安就是提出一個非常好的這樣子一個例子 就是一些很基本的這種召喚就是哈哈哈哈 這樣子的一種召喚它應該是不會隨著時間變化而過時的 而且很重要是它可以跨越文化的橋梁 你不管到哪裡都是哈哈哈哈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的簡報 基本上就是我在很久以前我也是會寫很多紙的那種簡報 那後來就發現說很多字面然後看就拆上很多張簡報 每張幾個答字 那但是呢後來又發現說隨時我到不同的環境 像我之前前一站在伊索比亞我剛從非洲回來 那禮拜六要去路特丹然後去柏林 伊索比亞之前我在大阪然後在之前在布宜諾斯愛里斯 那所以所有這些地方都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語言等等 那我到每個地方就要開始去翻譯我寫的這些英文 或者是中文成在地的這個語言那我要找到一個我信得過的譯者 因為我對翻譯是非常非常要求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國通成本非常非常高 所以慢慢的我的簡報就只剩什麼呢 就只剩Emoji Emoji就是言文字 就是大家會用的表情符號 那為什麼有表情符號放出四海而接準 跟這個哈哈哈哈是一樣的 如果有看過Arrival那個電影的話 就會知道說是一些用水墨畫畫表情符號的外星人 降落了地球嗎 那他們就是一大堆圓形的表情符號 那也是非常的放出四海而接準 因為不受那個文化閱讀方向或時間的影響 所以像這種timelessness 就是它抓住一個很基本的就是人的反應或者情緒 那第二部分就是它呈現出來的那個方法 又不是綁在客廳的一時一地 那我覺得像這種東西包含表情符號 大概就不會因為時間變化而過時 所以如果想要達到一個不朽的創作的話 可以試試看全部只用表情符號來創作 那應該是可以這個歷久而迷信了 有25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可不可以分享一本我的年度好書 驚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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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知道老師今年最愛看哪本書 播浪號不一定要 2019初的也可以 大語號小語號做報號 拜託選我今天號有吧 是一個很喜歡用表情符號的朋友呢 我是可以分享一本書 我們就隨便可以聽懂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最近在看的書 那就可以看到我還沒有看完3%的 其實這個不是很公平 因為這本書的瓶裝版就是黃色的在左上角的 跟它的金裝版就是在中間的 金裝版我已經看完 就是瓶裝版只是多一篇序而已 那篇序我看完了 那所以其實我是看完了 就是左上角那本 那我是覺得這本書還蠻不錯的 我被這本書感召到去跟這本書的其中一位作者一起創業去了 所以我們還為了這本書 就是去去年年底 就是我去跟全序部問說 我們當公務員的朋友 就是包含事務官公務員服務法 說我們可以不領錢就當任國內的非營利組織的工作 可是完全沒有寫到國外的 那母法所無知限制 它在辦法曾經有一個限制 就是必須要國內登記的 那我覺得母法所無知限制 就要來挑戰一下 那但是全序部完全沒有任何抵抗 就是說沒有我們搞錯了 所以國外的也可以 那所以我現在就是 同時是就是西班牙的Distrofuture Society 跟紐約的就是這位Grainwild 他創的這樣子一個基金會 叫做radical exchange 基金改變基金會 那基我會翻成基本的基 因為是at the root 最根本的改變 那基金改變基金會的宗旨 就是去推廣radical markets裡面的很多思想 那這個思想其實講穿得非常的簡單 就是他們認為說運用一系列的 我看他叫mechanism design 就是新的投票方法 新的注資的方法等等 他們就可以去解決 傳統上面公有地義沒有辦法 那麼公平的分配 以至於非得有一個政府不可 的這樣子一個觀念 我決定像我們在今年的 總統培黑客松有100個隊伍 那這100個隊伍呢 這個大家都報名 但是我們要怎麼從裡面挑出來 真的跟大家有關的呢 我們當然可以去找評審 就是所謂的代議政體 但是代議政體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就只能憑我們懂的部分 那但是呢在書裡面 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見解 叫做平方投票法 那這也是我們實際上就是 在總統培黑客松運用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們看到聯合國17個 永續發展目標 大家提了100多個這個概念 那這100多個概念呢 我們要怎麼選到20的呢 我們就是給每個人99點的點數 那這個99點的點數呢 是任何你在我們join平台 我們知道join平台 台灣2300萬人已經大概1000萬人在使用了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平台 那在這上面任何人都可以去領到99個投票點 然後他就可以看這100個案子裡面到底哪一個 讓他覺得比較值得來做 那我們知道傳統上辦這種投票 尤其如果你邊投票邊開票的話呢 那就會有一個過度動員的情況 希望大家不記得有一個身份證在設計的投票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在上面就是永遠大家會關票給第一名或第二名 第三名以後大家就不太去理會 那這樣子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這樣一開票結果出來 就會至少一半的人覺得自己輸掉了 那以身份證在設計 就所有人都覺得自己輸掉了 因為前兩名到最後沒有真的變成我們身份證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你被動員來之後 他不會去看別的案子 那QV平方投票法的想法非常簡單 你進來之後就有19個點數 然後呢 你如果很喜歡這一個隊伍 活動智慧選手隊 他是放一個水盒子在這個農地上面 然後可以立刻就偵測到上游到底是誰在進行污染 然後我們就會把剛剛好那個污染 而不是他的別的下游的人去斷水斷電 非常應景的一個作品 那如果你喜歡這樣子一個作品的話 你就可以投他一票 那一票的話就是要花你一點 那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你可以投他兩票 但是兩票的話你就要花四點 那如果你投他三票的話 你就要花九點 就是為什麼叫做平方投票法 那等到你投他第九票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投不下第十票了 因為第十票 就是如果你全部灌給他 你要一百點才能投十票 那你沒有 所以投了九票之後 9981你還有十八點 那十八點你不會想要浪費啊 所以你就會去旁邊稍微看一下 你就會看到旁邊有一個很有意思的 司法院的一個隊伍 他們透過機器學習來解釋 為什麼酒駕有的時候判重 有的時候判輕 原來這個是有一個公式 有一個行情的 他去分析判決書 你覺得這個對社會溝通也很有幫助 那你有十六點投給他 你就投了四票 那這樣十八減十六 你還有兩點啊 所以你就會在旁邊 再去看一個案子 然後這個案子 就是透過也是機器學區 去預先去預測哪一些公司 是炸彈或者是投空 那雖然你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是你看了之後 發現這個好像值得不只一票 那這個時候 你就會有這個機會去配票 就是把你剛剛投的這票 收一些回來 然後再投一些過去 所以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一個誘因設計的一個機制 要每一個人投的每多一票 他的就是marginal return 他的邊際的效用 跟他的邊際成本剛好相同 那在這個情況下 大部分人都會投自己懂的 而且是真的是很仔細的去看 就像我們評審一樣 花很多力氣去看 然後去這樣子分補去配票 那這樣子選出來 錢而是對 其實就非常好的反應 我們當下 大家真的覺得 最重要的問題是哪些 那所以只是一個很簡單的制度設計 你就不需要有一群選有專精的評審 好像代表大家來做決定 而是任何人 兩千多人參加我們這個投票 但是每個人加在一起的決定 真的差不多就是社會所需要的那些 所以往大政府的角度 必要性的 就是這些大政府左派的朋友們 看了這本書 常常是有一些阻抗的反應 因為他主張說 你只要有一個把遊戲設計得好的話 就不需要大政府了 但是右派的朋友們 也會覺得不是很舒服 因為他的主張是說 所有的這些資產 所有這些東西 都只不過是 這個社會暫時給你的 就是獨佔權而已 所以他是完全反對佔有 而是希望是 都是希望權的 所以只要大家 透過類似評審投票法的方式 那就可以去 把一些右派覺得最基本的 包含財產權等等 都是加以重新調配等等 所以他是一個同時 就是撼動了左派跟右派的一本書 經濟選人去年的年度選出 所以我是覺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他這裡面介紹的幾個觀念 剛剛平方投票法只是其中一個 其他還有什麼共有自貧稅 什麼之類的 大概都是透過同樣的想法 去做出來的 所以大家就不用特別去吵說 就是兩個人要分担高的時候 怎麼樣子才公平 到底是要都找一個統治者 來幫大家分配呢 還是說這兩個人透過 自由市場交易彼此的Lobby 其實你只要引入一個人 切一個人一選 一下子都解決了 所以這就是極致設計的意思 它這一張Property is Monopoly 它所倡議的思想就是 照價申報、照價徵稅跟照價徵守 剛好是我們這個孫文思想 所以這也蠻有意思的 就是平均地權條例裡面的基本思想 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能夠照價收賣的不是只有國家 而是所有人都可以照價收賣 那這樣子一套做法也已經放在 像以太方這種區塊鏈上面 那這個當然是非常實用的意思 就是說如果你要下一次 有什麼同學會、理事會、學生會 要一起做決定的時候 其實平衡投票法要放進來是非常容易 每個人都有提案權 每個人都有一些投票點數 每個議案你可以贊成或反對 然後贊成或反對的票數 就是證書或付出的票數 反正就是收那個票數的平方的點數 那其實這個一講就通 所以其實是非常容易去引入的 那這也是我們現在我的兼職 就是在院長和可之下的這個兼職 就是在全世界去散播這樣子的 有一點危險的這種思想 那至少很激進的運用思想 那有16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請問如何有效運用科技 打擊fake news 那這三個中文字我是通常不唸出來的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在台灣news跟journalism 是用同樣的翻譯 那這個就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困擾 就是新聞工作者也是journalist 對也是新聞 那產出來的news也是新聞 那所以當你在看到這三個字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去分辨 他講的道理是新聞工作者 產生出來的內容失去真實 或者是不是新聞工作者 但是冒充成新聞工作者產生內容 或者也是新聞工作者產生的也真實 但是被下一個很錯誤的標題 標題殺人亂帶風向 然後去不當地去運用 那這三種狀態就是 misinformation,disinformation,mall information 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在這邊都可以用三個中文字就表示 那當這三個定義於不重疊的時候 我說要打擊這個 那但是你可能是有理解到打擊那個 那這樣就很困難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行政院 已經一年多已經都不用這三個字了 那我們現在用的大家也可能知道 就是叫假訊息就是disinformation 那它有一個很明確的就是法律上面的定義 那法律上面的定義就是叫做 叫做這個 就是intentional harmful untruth 就是故意虛假危害 那這三個要同時成立 我們才會把它叫做disinformation 那這個危害還必須是真的危害到公眾 它比方說危害到民主制度 危害到大家在傳染病流行的時候的公共衛生 而不是危害到某一個部長的個人形象 那個很可能就是很好的新聞工作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定義裡面 這三個同時成立它的目的就是說 你是很有意義的要危害整個社群 那去散布一些不實的訊息 那通常在傳染病流行的時候 傳染病防治法是大家最耳熟能相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當然還有很多別的法律 都裡面已經有這些定義 所以這並不是新加任何法律 而是在現有的法律裡面去重新定義說 那因為以前很可能它只有規範在什麼 最常見的就是什麼廣告新聞紙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但是現在就已經沒有什麼 就是大部分廣告都是數位的嘛 那所以就會更新這些法律 把數位的部分考慮進去 但是用的法律的理論 用的本來的法還是現有的法律 我們只是把它在數位上面加以補強 那為什麼我們選擇這樣子一種 很多人會覺得非常就是極小化這個法律架構的策略 就是因為在台灣我們的言論集會 檢設等等自由是基本人權 那按照Civicus Monitor 我們最近才跟他有個interview 今天剛上線 那他們的觀察報告就是 台灣是我們附近的所有管轄領域裡面 唯一一個沒有因為this information的關係 而讓一個部長或這位講的話 突然間就大過於新聞記者講的話的 在所有旁邊的管轄領域裡面 大家都覺得天似良機 所以我早就看這些新聞記者不爽很久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讓這個部長有能力去糾正新聞記者 那但是在台灣這邊 因為我們很多人都還記得 戒嚴的時候沒有新聞自由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們就會採取的策略就是在完全不影響到 一個部長跟一個新聞記者的相對言論權利的情況下 去解決這個假訊息的問題 這當然比較困難 但是這也讓我們在解決的題目可以去 不要說賣啦 就是可以去適用到跟我們有一樣價值的 就是澳洲紐西蘭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歐盟等等 就是這些不在我們附近的管轄領域 他們在Civicus上反射亮綠燈的這些區域 或者是日本亮彈綠的這些區域 那我們就做的跟他們就是一個很天然的一個盟友 就是我們在想的方法大概都是一樣的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今天不是探討這個的seminar 所以我大概就非常快速的帶過 一個就是說我們要運用叫做民營工程學 民營工程學 就是讓每一個澄清的圖跟文字 在60分鐘之內出來的時候 它本身都會很有梗 它的有機的傳播 可以搭過那個謠言的傳播 那這個是第一條防線 每一個部會現在都被要求在四個小時之內 那大部分對就是大眾比較有感的那些部會 就是內政衛福濃衛還有教育 現在畫漫畫很厲害那個教育 這個海偉對不對 我可能不會救你的那個海偉啊 什麼之類之類 就是他們現在都有一套非常有梗的 一小時之內就可以產生出梗圖的 不知道寫了什麼的那樣子的一種小編的編制 那這樣子的梗圖 我們有一個製作的原則嘛 就是所謂222原則 它的標題必須要是20個字以內 它的內文必須要是200個字以內 包含這個小字說 事實上這是針對藥劑廠商有一個標示規定 2021年才升下 而且它一定要配兩張圖 而且其中的一張一定會是等圖 那所以就是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結構 所以你只要快速公開結構化 我們就會看到說 讓這種惡意的假現實流傳 所使用的那個情緒迴露 就是一個人看到這個感覺到憤怒 憤怒覺得自己很無力 所以你就要按分享把它變成憤開 因為憤開是一種正向情緒 然後再發現說 欸這都搞錯了 那但是因為正向情緒 你已經散播出去了 所以你也不會再去收回那個訊息 然後它就一傳實實傳版 這個情緒迴露就會被它打斷 因為當憤怒的這個附向情緒出現的時候 承然是很強大的 但是一旦你就是看了這種梗圖 它就經過一個升華作用 變成一個歡樂的情緒 那變成歡樂的情緒之後 它不但是正向的情緒 而且分開的情緒 沒有它在歡樂的時候升起 所以你再看到一次這個的時候 不管大家去Google七天內燃燙燙法 看到一定都是這張很歡樂的圖 絕對不會是那些讓人同仇敵開的圖 就是它天生自帶比較強的這個散播裡 那所以這個是當然第一件事情 那當然第二個就是也是靠 像大家檢舉垃圾詐騙的一件一樣去檢舉 那在LINE上面特別是 他們有一個整套方法 就是直接把它加到LINE的官方的 訊息澄清的帳戶 你加到檢舉之後 他就去給這些 Cofax、Michael Penn、Lambojil、土司 他視察的中信等等的朋友 快速的去進行插合 然後再回來告訴你說 這個可能就是有不同的這個想法 那包含趨勢科技等等 都有加入這樣子一個演算法 那它也可以跨平台 就是從LINE這邊澄清了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確保它是假的 之後它在Facebook上面 同樣分享同一則訊息的朋友 他們這個分享就會變成 在演算法上排到非常後面 有點像是放到的所有件資料架 可能要捲個兩小時才會看得到 那但是這並不是真的下架 你如果真的跑去那個朋友的牆上 你還是看得到 但是底下就會有一行小字說 你要不要先參考一下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對這個一些見解 要按分享的時候 他也會提醒你 那這樣子的結算法治理的特色 就是他把公信力機構放在社會部門 就是這些都是 像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都是新聞學的一些老師們做出來的 而不是放在公部門 因為公部門畢竟還是會被質疑 行政部門跟媒體之間的關係 但是我們如果是放在社會部門 我們這邊唯一做到的就是 如果是他來要求澄清說 我們趕快一小時之內給他的話 那這樣子的價格在台灣 是比較穩定的 也是比較有公信力的 所以這是第二部分 那當然第三部分非常簡單 就是Google最近才終於 announced 說他在競選期間 對不起啊 不接受政治廣告拖播刊登 就這樣 那Twitter也不接受 那Facebook雖然接受 但是要全部揭露 就像檢察院整體現金 那麼細的揭露 而且要查台灣的身份證 那這也是在選舉的時候 因為是特別大的強度 特別大的仇賞 所以我們有一個特別情況的立法 但是這也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 其實本來兩選八法裡面 就有說在選舉期間的廣告 在當選舉當天的宣傳 不小心忘記寫進公投法裡面 這個就改好了嘛 那所以總之的這些部分 大概都在法治上面去加以補強 大概就是這三個方式去做contract的動作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做法 就是主要是日常增加跟政府的就是參與 那既然你有參與過 你就會知道大概來龍去莫是什麼 大概就比較不會被謠言所影響 不過那個就屬於政令宣導了 就不算會上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到這邊就好 有十二朋友問說 像請問唐灰老師 為了科技的發展 是否會讓文字工作者被取代 還是會使得文字工作者更有價值 其實文字工作者不會被取代 但是文字工作裡面很多部分 可能可以自動化 那像我剛剛說我作為一個翻譯者 那作為翻譯者 這個不管你要什麼價值主張 然後比方說性打壓好了 那就是性沒有犯錯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我覺得最無聊的部分 但是這不表示我可以隨便犯錯 這個只是表示說 我要就是有很方便的字典可以用 那當時為什麼做盲點 就是你打一個中文進去 那他會告訴你說他在客家話 他在台語 他在英文發文德文 分別是怎麼樣子的翻譯方法等等 那就是因為我想要就是比較快速的 不要犯錯 那所以才寫了這個對自己很有用 希望對大家很有用的這樣子一個作品 那但是呢 在現在當然透過機器學習 機器翻譯 這個至少不犯錯的部分 真的是越來越被自動化所取代了 所以如果你現在要翻的是一個 完全事實性的 然後比方說就是一個操作手冊 那機器翻譯真的比人翻得快 而且穩 而且說不定還犯更少錯誤 因為這個真的就是很枯燥的東西 你翻的時候不小心就會翻錯 所以不要翻錯的這一部分 確實也是我本來覺得最不想花力氣的部分 那也是結構最簡單的部分 就是比較融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我是非常高興 AI已經把它取代掉了 那所以我大部分的工作其實就是在讓它 在文化上面都融入我們在地的語境 然後讓它看起來讓人比較舒服 那這個就是創作工作 兩個益者來做絕對不一樣的 按照它的學養 按照它的人生經驗都會有不同的結果 那這個就是屬於人生智慧的部分 人生智慧當然不會被人工智慧所取代 所以在這個架構裡面 如果你本來工作裡面有很多這種融的部分的話 那這些部分其實以我所知 就是很多文字工作者也很高興說 有這種小幫手可以用 那但是就要很小心說 不要變成說你的字典限制的你的想像 那大概很多翻譯者 就是如果你覺得按照字典印翻的話 到最後其實出來的這樣的東西 不能說不對 但是你看的時候在哪裡就會想起原文嗎 那但是就是你要試著把它融入在你的語氣 你這件事情是需要花時間的 那這個以我所知就是 目前並沒有一個很簡單的AI 去把這一部分自動化掉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還在畫很多行李去做的行李 就是比較像文化工作而不是文字工作了 那這一部分我覺得是越來越有價值 我之前在蘋果在Siri那個Tim 做了大概六年的consultant 那Siri那個Tim常常要顧的人就是詩人 那它要求的就是有幾年的詩學創作經驗 那但是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Siri它尤其是像在現在HomePod 或者是AirPod 就是這樣一種應用上面 它真的只有你短短幾秒鐘的注意力 那這個時候它要嚴簡意概地告訴你它的內在狀態 而且還要讓你能夠就是很有道理的進入下一個詢問 而且還要on topic 而且如果他覺得你就是對他出言不遜的時候 還要讓氣氛緩和 這些都是非常困難的 那並不是說在英文他們好不容易寫出一個劇本組寫出一個哏 我們在中文這邊就自然就可以用 絕對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詩學的工作 就是你要怎麼樣再保持有時候還要押韻 在這個過程裡面用很短的篇幅去傳達到很多的意思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至少在可見的接下來幾年 目前AI還沒有辦法自動來做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越是每一個人來做會不一樣的事情 越不會被取代越會更有價值 越是每一個人來做都一樣 但是是一個線性的零到一百分只有 零到一百分跟就是速度的差別的 那就越容易在這部分就遭到自動化 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在這些工作裡面去進行這種職務流程的這種再設計 有八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我是如何運用數位工具來建立自己的知數股跟資料股 是怎麼做搜尋做索引做關聯做備份 做在不同裝置之間同步 如果所使用的數位工具某天停止營運了 過去建立的資料要如何在其他地方重建 這是兩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大概分成我上班用的跟我下班用的 這是兩套不同的系統 我上班用的其實大家可能知道我是政委自帶廠商 就是一進去之後就自己徒手的 就是重新編譯 kernel 在裡面加一套系統這樣子 那我帶進去的這套系統 它就叫做Sandstorm Sandstorm我們中文把它分成殺劑雲 那殺劑雲這一套系統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在裡面幾乎所有我們 我們可以看到我是這個 當初有出錢也有出力 好就是這票人 所做出來的它完全是開放原始 所以我們就是裝在就是資安處已經集合過的 中華健新專門幫政府所建立的 跟其他的機軌都不相混合 網路路由也是走自己的就是一套 這個government cloud就是政府專用雲裡面 那在這個裡面架的這套系統 大家可以看到說我們常用的很多程式 好比上說共用的試算表 共用的文字編輯 共用的聊天室 共用的看板等等 都有在上面去使用 那我們可以看我們到底最近 到底都在做哪些事情的話 就可以看這個看板 主字稿是放在code.nd裡面 然後其實大家比較常用的是什麼 樸實懷骨池上便當 或者是什麼歡慶宜君當選模範公務員 就是要吃壽死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很常見的一個應用 那它是全之箱木盒便當風味獨特 周周有特產 那我們是把這個行政院附近80塊可以買到的 大概都已經拍照見檔了 那然後而且上面可能還有一些隱藏的菜單 另有菜飯 然後他會記得這個我的名字 然後會記得我上次點了什麼 所以這是非常的好用的就是團購便當 對那有時候 有人當選了模範公務員就可以吃好一點 好但是 對那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每個人點了什麼 那為什麼這個就是這麼多人使用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的開發者 其實就是我們一個一般的公務員 他並不是受過什麼就是很高的資安的訓練 也沒有這個資安的什麼認證什麼之類的 但是這套殺菌的特色就是他把所有在上面跑的城市 都就是關進殺河裡面 他沒有辦法去跟外面去任意的去做溝通 那所以在裡面的絕大部分的就是網路上面的攻擊表面 在這個地方都不存在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大家就隨便亂寫 自己喜歡用的系統 馬上就可以變成全國公務員 都可以來使用的一套系統 那當然裡面也有一些我們看開放原始碼的社群常用的系統 像這個是大家如果有用過trello的話 這個就是開放原始碼社群 照著trello的樣子刻出來 根本就一模一樣的一個東西 叫做weekend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看到 我們每個禮拜到底做哪些事情 然後我們現在正在做哪些事情 我們等著做哪些事情 像我們在剛剛做完的一件事情 就是登山的就是象山至今的一站申請的那個網站 那在這上面就是去把所有的技術的整合 我們到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到底去最後上限到hack的那個網站 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以及如果大家放大的話 我們跟林務局跟警政署跟營建署等等 到底要中間怎麼溝通 那裡面到底有哪些成員正在做哪些事情 大概都可以在這邊一目了然 所以這個就是我工作的系統 那在工作系統上面 這一位朋友的問題就非常好回答 因為他不會停止營運 只要各位還繼續納稅 他就會繼續在營運 那就是在這個機房裡面 其實他只要國發會跟中華電信 還存在了 這個機房就會繼續存在 那又因為他的技術完全是開放原始 我們也不用付授權費 所以我們如果差了什麼功能 我們就自己改一改 就把它改進去了 所以像這樣子一種就是 開放圓滿的應用 其實才比較接近當初自由軟體的這個初衷 就是我們在公務的時候使用 但是我們改了 只要覺得哪些地方好 哪些地方不好 甚至我們請白帽駭客 一開始來滲透測試 打了半年 然後找了三個漏洞 都是在國際上已經公開揭露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才真的讓公務人員來使用 所以我們也無形中方 所有自然用這套系統的別國的公務系統 包含加拿大等等 也等於幫他們做了貢獻 所以是各國的不需要簽MOU的情況下 就可以一起來去開發彼此的公務系統 但是又沒有資安的問題 那他的同步 當然就是透過最基本的運端的這個方式 來進行同步 那我自己的話就是因為很懶 而且也跟就是蘋果就是混了那麼多年 所以我就是用iCloud 也沒有特別去想 就是自己真的用iCloud的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因為我大概一整套都是iPad跟MacBook 所以這兩個的同步對我是最主要的 那又因為在新版的MacOS 有Catalina 它有了一個新的技術 就是你在iPad上的程式都可以在上面跑 那你在iPad一接到MacBook的話 你可以把iPad上MacBook的繪圖版來用 所以我本來要用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第三方程式做到的 那這次MacOS升級之後 大概就已經全部都交給它 系統內建的功能在做了 所以像我最常用的這一套投影的軟體 叫做GoodNotes 那這個GoodNotes 我現在在Mac上用 我在iPad上用等等 都完全一模一樣 也不會有什麼差別 那我大概就是全部的簡報 全部的各種各樣的檔案 按照大家的詢問 可能會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各種千奇百怪的問題 我都其實已經預先開好 一大堆數錢在這邊了 所以大家才可以一問 我就找到正確的這個螢幕在這邊 我可以先改成這個投射整個螢幕 那這樣大家就可以直接看到 就是我的操作介面 或者可能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要講 我們快速切換好了 其實就是已經開了這麼多 在等大家的問題 那所以每次演講的時候 其實就是按照大家的問題 如果我真的生不出簡報 或者生不出網站 我就會回去請同仁說 為什麼大家問我AI台灣 有沒有什麼策略計畫 為什麼我Google AI台灣出來的 不是我們政府的網站 那同仁就會回去 趕快弄一個AI.台灣的網站 所以下次大家在Google AI台灣 我就不會被問到了 因為排名第一的一定是我們的網站 因為這其實有點作弊 因為它的網址就叫AI.台灣 點GOE.TW 你很難排名比這個高的 那但是就是大家每問到我一次 就會冒出一個這樣的網站 所以現在有AI台灣 有Smart台灣 有Bio台灣 社會創新有SI.台灣 名稱公共物聯網有CI.台灣 你看到什麼點台灣 那包含當然不能免俗的 就是登山一戰式服務網 也是叫做Hack台灣 因為融合非常多不同的部會 不能掛到任何一個特定的部會的底下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國際上的一個新的branding 就是想來台灣爬山的人去Google Hack台灣 那第一個大概未來 希望就可以長到這個一戰式的服務網 所以大概是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有八位朋友們想問說 科技時代要如何避免個資外洩 或者被不孝的企業來追蹤搜集個資 非常好的問題 避免個資外洩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給 那但是如果你就是還是給了你的個資的話 那當然就盡可能要了解到我們個資法 本來就有給你一些無法用其樂所拋棄的 一些最基本的權利 就是你可以去問拿到你個資的這個人說 你現在手上有哪些我的個資 這叫請求副本 那或者是說我現在個資已經改變了 我要請求更新 那或者是說我覺得你開始要我的個資的目的已經喪失了 請你刪掉 這叫請求刪除 那這些是就是最基本的一些基本權利 那只是很少人知道說 所有跟你要個資的人 都沒有辦法預先用合約 讓你拋棄這些權利 你隨時可以回去行使這些權利 那所以多行使這些權利 就會讓這些廠商了解到說 我多要一些我其實用不到的個資 只是在增加我的客服的麻煩而已 那要讓大家有這種感覺 那他才會用那個 極小化搜集個資的這個方法 來看這個世界 那所以同樣的就是 如果你不想要被不需要企業來追蹤 來搜集個資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法之一 就是說那你給出來的都是 就是最小化給出個資 那當他搜集超過這個目的的個資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回去問說 你為什麼要怎麼這麼多的個資 那他如果回答不出來的話 其實就打個比方 好比像說 如果一個人他跟你是形成信任託夫 信託關係 好比像說你的護士 你的醫師 你的會計師 你的律師 你的不知道 諮商師等等的這些 他如果開始跟你要你的個資 一定是以諮商師的例子而言 形成了一個所謂治療同盟 就是他跟你想要解決同一個問題 那他才會問你這樣子一些隱私的問題 那你願意給出來的特點就是你信任他 那但是如果在他還沒有做任何事情 想要贏取你的信任的時候 就這樣子問的話 那當然就會說 對不起 我要令情高明 我要把我之前的所有的資料轉移 到另外一個就是資料處理者的身上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可能要把自己的個資 看成就是像這樣子一種信託關係 任何人想要跟你要個資的時候 都要問說你為什麼要這件事情 那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幾乎所有的這些參與的平台 都可以匿名或者是用筆名 因為很多時候 我真的不是很想要知道你的真實名字 那因為知道對我是額外的負擔 公務人員這個 如果要要求實名的話 我們就相應程度的要進就是 已經知道你的實名之後 剛剛講的這個請求刪除 請求副本 請求更新的這種義務 那所以我完全不要知道 所以即使你寫了你的實名 我也可以說沒有啊 這其實就是你的筆名而已 因為我一開始沒有跟你要實名 是你自己給我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大家要 說如果他要的不是一個實名 也許你可以給一個筆名 如果他莫名其妙去做你太多的資料 可以想一想說 那是不是明確的告訴他說 就是你在這樣子的話 I'll take my business elsewhere 就是我會去另請告明 那這個在紫商當中叫做 boundary setting 就是說這是我們的邊界 那這個邊界以內的就是我的 那這個我覺得作為消費者 其實不需要所有人都做 只要有幾個人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關於各自處理的廠商 就會開始收斂很多 那這是一個具體的建議 有十位朋友們問說 除了解決問題的方法之外 可不可以請唐鳳老師 分享發現問題的方法 發現問題的方法 就是開slido嘛對不對 然後請大家一開始 掃一個QR code 然後想到什麼 就問什麼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發現問題的方法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在有這種廣播出現的時候 只是一個很好 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還有多久 還有20分鐘 那我就不詳遍大家亂好 因為問題數量真的蠻多的 所以我就稍微 就節奏快一點點 發現問題的方法很簡單嘛 就是找到一個 讓我即時可以拿麥克風 這樣一直套套不決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問我問題的這個方法 也就是說去把 就是各種不同的溝通的模態 透過數位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同時的共筆 同時的來寫 那在這樣子的空間營造上面 大概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說 你如果到我負責營造的空間 大概都看不到回覆這個按鈕 不管你是在join平台底下的 就是支持跟其他意見 是沒有辦法互相回覆 在slido上面也不可能回覆 那如果有朋友 曾經用過我們常常 現在用的police系統 像目前有一個叫做 tca.talk to taiwan 我們怎麼樣帶動人才循環 那你一卷進來 就會看到一位secretepins1 表示說這個台灣 應該受美國支持 加入就是國際的金融組織 那這個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 那隨著你同意或不同意 或者略過也可以 那你就會看到下一個題目 那然後如果外國實習生 要提供練習英語的機會的話 那我們就需要用某種方式來 就是提供另外一個側面 就是說語言交換 有人來教英文的話 我們也可以很快的 要讓他們能夠練習中文等等 那所以隨著你同意或不同意 你的這個頭像 會跑到不同的群體裡面 那這些群體其實 意見不一定很一樣啦 好比像說 左邊這30個人就覺得說 我們要擴增就業金卡的範圍 世界前100名大學的大學畢業生 都可以直接來台灣 也不需要找一個僱主 也不需要這個投資 他就可以很快的 在台灣開始自己為自己工作 或甚至在台灣開始尋職 那這個左邊都一片的贊成 右邊都一片的反對 那但是即使你不同意 你也沒有辦法按留言回覆 你必須要提出一個 更能夠爭取雙方同意的這種意見 確實也有一些意見 是所有人都同意的 那好比像說 這個對外國人來講 看銀行帳戶連填寫銀行標格 確實都好像 就是二等國民一樣的 這樣子一個看待 那這個雙方都覺得說 我們還是把它改好比較好 所以就是很神奇的 你只要有回覆的這個按鈕 那大家的力氣都是在人上 就是Facebook都是在那個face上 很少在那個book上 就是去就是彼此打臉嘛 對不對 那但是你只要把回覆的按鈕拿掉了 那其實大家都是在這個book上 就是大家好像分散式帳本 我寫一筆你寫一筆這樣子 大家一起去把一本書把它完成 所以沒有回覆按鈕 大家都可以同時的寫入 誰也不會去阻擋誰寫入的 這樣一種 概念上是分散式的帳本 當然你始作不用 区塊鏈來始作了 的這樣子一種做法 其實就可以讓大家發現說 每個角度看到的問題 可能拼起來 剛好就是開始形成彼此的答案 那但是如果一開始你會發現 每個角度的人都拼起來問題的話 那很容易在一開始就卡住 因為你先提的兩個問題 大家就急著解決它 但是忘記看到這整個問題的全貌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有十一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數位政委的一天工作都會做些什麼 這要看它是一個禮拜裡面的哪一天 好比像說禮拜三 那我就是在社會創新中心 這是我的辦公室 給大家看一下 那它的地址是仁愛路三段99號 那我們現在正在拆尾牆之後 可以直接從路上走進來 完全變成一個公園 不過它附近已經有一個大安森林公園了 中間隔著一個建國花石 所以它接下來就會變成 整個徒步區的一部分 在就是之前空走 現在是文化部的 就是當代文化實驗場的一個角落 那這個空間有一個很開放的一個特點 就是任何人只要在做的任何事情 跟聯合國有去發展目標有關係 那你就可以免費用這個場地 來辦任何活動 所以我們隨時都可能同時有三四個活動在發生 那因為它跟其他政府指引的場地最不同的 就是它每天都開到半夜十一點 那而且有一個廚房 然後它被聽廚師廠商做一些分子料理 那開到十一點的好處就是 活動結束大概就像我們嘛 九點半 那九點半在很多場地 大家就就是做鳥獸三 那但是在我們這邊 大家就會留下來一起吃東西 那所以就是三四個不同的興趣的朋友們 就會發現自己真的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所以我每個禮拜三 從一大早到晚上大概都在這個地方 那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聊四十分鐘的話 那這四十分鐘的話 當然大家要同意一件事情 就是這四十分鐘的話 經過十天的共同編輯之後 必須要公開上網 那所以大家就發現說 我在當數位政委之後 到現在大概三年時間裡面 我一共跟四千六百六十五位朋友 講了二十二萬五千零兩百句話 然後一共在大概一千零五十四個 這樣子的一種 會議的場合裡面 那所以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具現民意的 而且這不是只有就是摘藥而已 這是非常非常具體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青年諮詢委員的巡會座談 我們的寵物友善車廂案 就是台鐵要準備開始施辦 跟高鐵一樣比較大的這種 寵物友善的籠子啊 或者二少咨詢代表啊 登山管理事宜啊 監禮站的驗車啊 所有這些東西 如果你對我每天的工作有興趣的話 那你就可以來看 就是大家在禮拜三 到底來跑來找我聊什麼 好比像說 最近就有兩位創業家 張傑平跟高崇健 決定要把他們做的 更新閱讀體驗跟寫作體驗的 運用分散式帳本技術的 meters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傑平就是來找我第二次 第一次我給他一些想法 後來他找了高崇健完成這些想法 所以他們最近才就是like coin 就是把它設計出來 我就在這邊進行一些 就是哲學工作吧 就是告訴他們說 他們的概念裡面哪些是一致的 哪些是不一致的等等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大家就不是只是看到說 好像唐鳳好厲害給助成的指導 而是你可以看到 傑平的重建的他們的人生的經歷 他們怎麼樣做他們的business decision 所以這個對他們的整個讀者群 都是很有幫助 那我們也看到在meters上 我跟傑平或者跟重建的這種對話 會不斷地被引用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叫做這個intertextuality 就是一個護文的這樣子一個狀態 就是如果你對某一句話 這個特別就是感興趣 好比像說我們在這個中間 我曾經說過這個就是labra的一些想法 那你就可以單獨quote這句話 這句話是由他的網址的 那但是當你quote的時候 隨時有人點進來 他還是可以按顯示脈絡 那你還可以還原到這句話的脈絡裡面 來進行討論 所以只要就是想知道 我對閱讀有什麼想法的話 你就到我們CET的網站 然後打閱讀啊 大概就可以找到我對閱讀 所有之前曾經講過的東西 那這個也是數位科技的一個特色了 那甚至從這個我們在2015嘛 2016 2015的那個課發會的時候 當時是課發會院長 我們正在講12年國家課康裡面 要不要放大量閱讀的這一部分 那大家也可以還原到我們當年課發會的現場 來進入聖年國家課康的這樣子一種討論裡面 所以這是我的禮拜三 就是今天的這種工作 那禮拜四當然就是早上開院會 那下午開科技匯報的周會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開會的一天 這也是我唯一必須要進行證願的一天 我幾乎都不太進行證願 只是禮拜四要進行證願 那禮拜五大概就是去讓各地就是有連署的朋友們 如果要開協作會議的話大概會開在禮拜五 所以不管是覺得暴雪軟體難用到爆炸的設計師 自己跳進來做這個暴雪軟體 或者是覺得這個登山難用到爆炸的山友們 這個自己跳進來做登山的系統 或者覺得故宮為什麼要有這排隊 為什麼不能引入電子票 後來發現是對長輩來講這張票很重要 所以只好自己跳進來去做一個 你用QR碼感應進場之後 可以換一張票跟那個收據 但是那個收據比本來的票還要漂亮 所以長輩就願意用QR碼了 這樣子的那種的設計等等 那些協作會議大概都是在禮拜五 那禮拜六大概就是一些課外活動 就是一些我以RChance的理事的身份 或者是以總之不是公務員的身份 會去做的一些宣傳的活動 那禮拜天是別家人 那禮拜一的話就是我們的Team 就是PITES 大家一起吃午餐 那吃午餐我就把那個看板打開來 然後每個人講一講自己最近做什麼 那大部分外交的代會也會排到禮拜一去 那禮拜一晚上我常常就跑到不同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雖然說禮拜三大家可以來找我 但是我就發現會來找我的人 都住在高鐵站附近 那這個其實是很不公平的 就是在高鐵真的環島之前 那可能要等很久 那只是對高鐵沒有到的地方 其實真的很不公平 所以後來我就養成了一個習慣 就是我禮拜一晚上 就會去到一個高鐵不太去的地方 然後在那個地方 就開始跟當地的朋友們 做社會創新的一個巡迴座談 那這個座談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任何青年諮詢委員 就是我們是二個社創相關部會 每個大概都有兩個35歲以下的青年 也就是叫做reverse mentor 我一直不知道這個應該怎麼翻 見習師之類的 就是說他是來見習 但是他是當部長的老師 去指引這個部會的方向 那這些朋友們隨時都可以揪一團 然後大家到他們所在工作的地方 去開這樣子一個會議 那任何這個社創相關的部會 當然也都可以揪一團 那任何人也都可以直接 就是透過社創巡迴會議 來召喚我到他們的附近 那我唯一要求的就是說 這是一場就是全程也是主資公開 因為如果不是主資公開 在地的朋友們大概來講 都是對他有利的事情 但是呢很神奇 就是我只要說 這樣子是一個公開 多方厲害關係人主資公開 大家再爭取的 都是一些對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情 那明明是一樣的人 非常有意思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setting裡面 我們就會讓其他的不同的社會創新中心 現在全台灣大概有五個不同的點 都透過zoom這個視訊軟體 連線到這個當場 所以任何朋友們只要說 我之前跟水報局反映 農委會說這是內政部的事情 內政部說這是經濟部的事情 經濟部說這是衛福部的事情 等等 他們每次會文的時候 都會變成兩頁A4 然後變成一頁A4 然後變成一頁A4 然後變成一頁A4裡面的一個段落 那常常就會變成 是那個街道的承犯 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他已經去脈絡化了 所以他會覺得他有解決問題 但其實他解決的是錯的問題 反而造成問題 這種真是屢見不鮮 那所以我們在國家的頻寬 就是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創造一個新的空間 就是這十二個部會相關的科長 左右的人士都坐在這裡 聽在地的這些朋友 分享自己的第一手經驗 那一旦有發現雙方理解不一致 當場就可以去做結識 後來發現真的是我們搞錯了 或者部會之間彼此踩彼此的腳啊等等 那他們當場就可以開始勞力激盪 那這個有兩個好處 對事務官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 以前他如果做得好的話 他是沒有credit 是他的部長 或者政委或者院長有credit 但他現在當場解決了 我們說見面三分勤 視訊至少兩分勤 那在地的朋友們就會覺得說 這個公務員真的是有解決到我們問題 這個科長真的讚了 那第二個就是 就叫立即的回饋 Instant gratification 立即的快樂 但是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他做雜惡的話 那傳統上 他是就是會給他的上司惹麻煩的 但是現在呢 因為只有我在現場 其實 所以如果在地的朋友很憤怒的話 都是我的問題 就是都是我要吸收風險 因為你沒辦法隔著這個螢幕做什麼嘛 所以就是我要承受全部的風險 所以我就要用高超的主持技術 來確保自己就是 不會遭受什麼太不好的事情 對那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是我幫他們吸收風險 但是他們有credit 其實我們就發現 整個公務員們都非常的創新 那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不斷的去循環 去解決很多朋友在地的問題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還是請您選擇一下 SI.台灣上面 有我們全部的循環的記錄 然後也有我們最近在做的一些focus 好比想要遠距離 好比想說循環減速 但是如果你覺得我們最近的focus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提議也好 或者是你所在的城市的這個地圖 就是永續發展目標也好 不符合你的需要或你的想像的話 那你隨時可以來做一個提議 那這個提議就會是 就是像做社會設計的啊 或者是做教育創新的啊 或等等等等 都可以直接在這邊提案 那我們會確保說 上面大概四百多個有註冊的 社會創新組織就是包含社企 但是不限於社企 好比像說文化大學也有在上面註冊 他只要願意來揭露他的使命 他的服務或產品及他的公益報告 大概就在上面可以直接 形成上一個夥伴關係 所以這是我禮拜二做的事 就是巡迴全台灣去聽大家到底在想什麼 然後讓各部會的朋友們及時 能夠解決也非常好 不能解決呢 我們看做一個沙盒或什麼 那再來實驗一下 有十位朋友附和這位快撐不住的書店店員 不確定到底是物理性的撐不住 還是心理性的撐不住 反正在七分鐘就結束了啦 這位朋友兩份說 書要該如何跟新的內容媒介或者載體 例如像Netflix香港的遊戲 有合作的可能或者是競爭 其實我是覺得沒有什麼競爭嘛 因為現在會去選出這樣子一種形式 去就是靜下心來 然後跟他有這樣一個對話的 大概也很明確就是有閱讀習慣的朋友們 所以其實在我一天裡面 我不會讓閱讀的時間跟看Netflix的時間 跟網遊性的時間有彼此競爭啦 因為他需要的心理狀態就不一樣嘛 所以這個時候我不覺得有在時間上面的競爭 但是我會很高興看到說 好比像說我看了一本很棒的書 那他後來被改編成了電影 或者改編成了遊戲 那我會很高興的看到 我很喜歡的一部劇作品 或者是一個影視的作品 好比像說Tamilton 那他那個作者就是Lim Manuel 他就有把Tamilton的整個製作的過程 變成一本非常棒的書 你慢慢的看 就可以進入他當時做那一部舞台劇的這個過程 那這個也很好 因為等於我可以跟他相處 就是比較久的一個世界 即使裡面那些Rap都已經就是滾瓜爛熟了 我還是有一些就是新的 比較能夠反思沉澱 每次看都不一樣的這樣子一些東西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一個光譜 就是當你要傳達一個意念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在不同的互動性 跟不同的耐久性的這個光譜上面 讓它用各種不同的媒材來去做呈現 那這樣子的話 它是天生的只有一個合作的可能 就是你可以不管在哪一個心理狀態 你都可以回到那個世界的設定裡面去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向 那當然就是你透過電子書 不管是這種發光的或者那種反光的 那它的互動性就是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也看到很多 就是它在平板或者是電子書閱讀器上面 喬裝成一個就是很普通的你要翻頁的書 但是在某一個時候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想要進入一個互動體驗的時候 它就讓你進入一個互動體驗 而且不會就是快要撐不住 因為讀一讀快要撐不住的時候 趕快轉換一下心情 做一下互動體驗 你就不會離開那本書嗎 你又會回來 所以這是一個很實際的一個合作 一個可能性 有九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吸收知識不侷限於文本閱讀 學生也越來越需要透過圖片影像來理解吸收 請問我們應該配合學生的學生 讓他們快速理解嗎 例如書學老師說 為了讓學生好理解很多的老師 把概念圖像化 導致學生越來越沒有辦法抽象思考 其實我是覺得每一個人 他的學習風格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在做就是 就是社創這個 這個physical 空間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像這個足球場 是喜漢爾畫的畫 變成的公共藝術 那其實我們在看世界 當我們說抽象層的時候 每個人的抽象層都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抽象層文字 有些人抽象層就是數字 有些人抽象層一些互動的一些體驗 有些人抽象層一個就是graph 就是心製圖就是中間的互動的關係等等 每個人習慣用的抽象層都不一樣 那像這些喜漢爾的朋友們 很多他習慣的抽象層是幾何或者 託普的那種抽象層 就是東西之間怎麼連結在一起 對他們是有意義的 那比較不會變成好像 畫約主義式的那種抽象層 那所以意思就是當他們在線 就是在畫出來 他們所觀察到的這個空間的時候 其實他是抓住了這裡面的很多的精髓 就有點像泛古的畫一樣 那所以你進入他們所營造出來這個空間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人都會變得比較有創意 就是比較丟掉本人們去挑頭框框的這些東西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在每一個學習或者創作的團隊裡面 越多不同這種認知模態的朋友 你在了解一個問題的時候就越全面 所以重點倒不是說 一個人要掌握每一種學習風格 這個也不需要特別決戀 而是說你自己習慣的學習風格 你有一種把它轉譯成至少 另外一種學習風格的人至少勉強看得懂 對這樣一種東西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雖然就是寫字或者畫圖 就是筆記很潦草 但是我還是盡可能要做筆記 去給一起開會的人看 因為這樣子的話擅長這種比較是圖形式的思考的 或者是覺得比較需要一個結構 他才能夠思考的朋友們 就不會被我們在公部門裡面 大概都是以文字作為主要的抽象層所限制 那為什麼公部門裡面以文字作為主要的抽象層 當然是因為我們高考國考就考這個嘛 你要是不會文字的抽象層 根本沒有辦法變成公務員 但是我們也是很鼓勵公務員的朋友們 不要只受自己的就是高考國考的那種東西所局限 而是可以更多的運用便利體驗 運用幾世繪圖 運用各種各樣多美材的方式 去把自己就是看到的東西呈現出來 那甚至有些朋友就變成專業的這個民營工程師 一天到晚都在做梗圖了呢 那就是公務員的咳嗽性也是無限的 所以就是說我想快速理解是一回事 但是快速理解之後還是要用自己最擅長的那一種 就是表現的方式那種認知的模態那種學習風格 把它再次創作出來 因為只有再次創作出來才真的是你的 好 那大概就是先這樣子 那有八位朋友們問說 電子書的閱讀器只能綁定同一家通路 而且之中各有各的格式造成讀罪選擇 購買上的兩難 請問現有科技是不是有機會解決 其實我們在電子書上面其實早就有EPUB 這個其實是不需要受授權費的一個大家共用的格式 那我自己是用一些就是叫Calibrate的 這樣子一個軟體 就是不管我用Kindle或者用什麼通路來的 我就自動的把它轉成這樣子一種格式 我就可以跨閱讀器的再使用 那這個叫做 著作選法上面叫做合理使用 就是因為我是給自己用的 我並沒有不小心分享出去到什麼串流平台上面 絕對沒有的事情 所以在這樣子的就是自由的轉換的過程裡面 其實這個格式的開放本身也表示你閱讀器選擇的一個自由化 那所以大家還是有空可以多學習一些這種很基本的軟體程式 那可以把你在不同通路買的東西都轉成這種開放的格式 這樣就自然就解決了 那我甚至是紙本的書我都用一樣的方法來處理 那我記得當時在Siri Team我做的最後一個project 就是好像上海畫的Siri吧 那個我沒有做完 那我是把整本上海畫大詞典 就是那是一本很厚的紙本書 然後用材質機把它那個編拆掉 可以變很多單頁的紙 然後就用自動靜止的掃描器 全部把它掃描成電子檔 那它一面掃描一面做文字辨識 所以我一下子就有一個電子書 那這個電子書我再把它轉成EPUB的格式 那就可以非常快速的變成一個電腦能夠了解的這樣子一種預料 所以我對紙本書的感情其實本來是很深的 但是多這樣子處理幾本紙本書之後 慢慢在紙本書的感情確實是在減弱之中 那所以現在好像就是它裡面承載的那個訊情量 才是這個書的本題 那今天就先回到這邊 那這六位朋友的心理我收到了 謝謝大家 謝謝唐鳳正尾 謝謝唐鳳正尾 我不曉得現場的諸位是不是跟我一樣 在這個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裡面 感覺遭受到了一個資訊爆炸的這種強烈的轟炸 或者是一個強烈的衝擊 那在這個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裡面呢 我們接收到了非常多的訊息 也從唐鳳正尾這邊學習到了很多 他跟我們提到了包括ARVR的一些現有的應用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更多的未來的可能性 那他也跟我們分享了他個人的一些閱讀習慣 他為我們推薦了他自己喜愛的作家 也推薦了他自己閱讀的書籍 然後跟我們聊了如何面對 或者是處理假訊息的這些事情 那文字工作的自動化這個議題 我想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就是對於文字或者說 對於出版的工作者來說 我們都會非常關心這樣的事情 那他也提供了很多他個人的想法 跟就資訊科技的角度來怎麼樣去 理解這個事情的一些角度 然後呢我們了解了數位政委的每一天 跟工作是非常的精彩 然後從而也理解了我們目前的政府 在政策的推廣以及執行上面 已經有非常非常精彩的數位化的進程 但是我想建議一下 因為可能就如同我自己個人 其實對目前的政府的這種數位化 其實並沒有那麼的了解 或者說我們在接觸或者是去更接近 在這個數位上面去理解 我們目前政府的一些政策上面 並沒有那麼熟悉 那也許在這方面的推廣是 需要讓更多人能夠知道 或者是知道如何去禁用這些訊息 這個是一個專業啦 就是影音視覺溝通的專業 那目前特別是在科技這邊 科技匯報等等 是跟一個很專業的叫 G777的這樣子一種頻道在合作 所以他最近好像阻擋了 可能要送個什麼花欄給他之類的 但是就是這個可能沒有辦法 瞬間就在公務門裡培養出來 所以目前還是跟這些專業的工作 是沒結合作 但我們也樂意見到未來有更多的民眾 或是我們的國民都能夠善於 透過資訊科技的方式 跟政府也進行溝通 或者是了解到我們政策的一些面向 那最後呢 我們也在最後的搶時間的狀態底下 了解到唐鳳正偉他對於閱讀器 以及對於電子書的一些想法 綜合了這麼多的訊息我想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在看待閱讀的 閱讀跟這個資訊時代的一些 各種的可能性 那因為我很難做結論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全方面的資訊 總之我想各位可能在今天回去之後 都還可以有非常強的 非常長的時間需要去慢慢的消化 或者是慢慢的再去思索 其中的相關的議題 那這些議題呢 如果一時之間 因為唐鳳正偉的比數非常的快 所以我們也許在接收上面沒有 有時候沒有辦法跟上他的紀錄 但是不用擔心 我們在下個禮拜一 今天的這個錄影的現場的錄影 以及我們在相關的文字報導上面 都會同時在網路上面公布出來 那也歡迎現場的朋友吧 然後把這場活動的資訊 也分享給其他的 沒有辦法到場的朋友 今天還是非常謝謝各位力臨現場 那我們在下個禮拜呢 還會有我們暖身講座的第三場 第三場呢 我們是邀請到劇場導演王家民 跟編劇簡力穎 他們即將為我們對談 從平面到立體文學改編劇場的相關訊息 非常歡迎大家下個禮拜 再度到這邊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那我們最後再謝謝唐貿振偉 今天太多人了 謝謝大家 最後我想邀請各位 謝謝大家